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反舰导弹两面封锁光谷海峡 射程覆盖钓鱼岛 人民网11月8日讯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报道 日本自卫队配合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在冲绳光谷岛部署88式反舰导弹 此次大规模军演早就引起中国的不安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会议发言人称 这是日本当局首次在 宫谷岛部署88式反舰导弹系统 其发射系统和专运车已经到位 四枚导弹只在6日运抵宫谷岛 发言人强调 这些导弹在当前状态下是不能发射的 他也说演习没在保卫离岛 报道称尽管日本军方强调这些都是空包弹 但其部署是为了展示日本的防卫能力 宫谷岛与冲绳本岛之间的宫谷海域 使中国海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必经纪录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称 这次部署的88式反舰导弹机射程范围 覆盖了中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 日本新闻网称 宫谷海峡宽260公里 88式地对舰导弹的有效射程为200公里 因此宫谷那把两支导弹部队形成了南北甲机 两面封锁宫谷海峡的局面 日本自卫队从本月1日开始 主行为其18天的军事演习 派出了3.4万人 6艘军舰和360架军机参加演习 演练项目包括在冲绳本岛 以东海域进行里导防卫训练 但不会进行实际登录 尽管日本常调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但日本领导人曾公开表面 对中日、中日岛狱、岛狱、争端、双极感到忧心 而中国媒体也认为 演习无疑是针对中国 再见